Hello大家好,我是风云 在2019东京车展期间 斯巴鲁旗下著名运动轿车 WRX STI的特别版本 WRX STI Final Edition正式亮相 根据车型的名字我们也能够了解到 新车是最后一款搭载代号为 EG20的2.0T水平对质沃轮增压发动机的车型 二个方面新车保持了基本款的外形设计 标志性的进气口以及后尾部 而在细节方面 新车搭载了由BBS生产的19英寸金色轮圈 六和三自动卡钳等 类似方面延续了现款车型的类似设计 黑色类似氛围看起来非常具有驾驶的气息 Recarlo的塞车座椅也为新车增添了运动感 动力方面暂时还没有公布 但可以注意到新车的发动机仓盖类 配有EG20 Final Edition的名牌 以凸显其最终版车型的身份 搭载的应该是EG20 7型2.0T水平对质 十缸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329马力 传车系统则继续匹配六处手动变速箱 和带有Modermat DCCD多模式中央差速器的 主要对称全时四驱系统 该车系列555台发售 喜欢的不要错过了哦 2019东京车展正式开幕 本田官方正式发布了全新一代飞度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 不再使用现款较为品质的外观 整体则是采用了偏向可爱圆润风格的设计 大单准面积变得更大 内部采用环形LED日经行车灯 有效提升了辨识度 此外前进气格三交过了大面积的烤漆工艺试板 下方进行口处相比现款车型尺寸更大 同时搭配前车的设计增加了前脸的攻击性 其得一提的是 新车货将提供双色车身可选 色味部分采用了全新造型的尾灯 横置的尾灯上半部分为转向灯和倒车灯 而下半部分能够看到明显的LED灯带设计 类似部分整体风格较为紧接 并采用双色设计 其座以及方向盘也都采用了真皮包裹 提升了类似的整体质感 同时新车配备了一块较大的中控烟机品设计 配合小尺寸全眼镜仪表 整体10分50 关于动力部分 目前官方表示 新车将搭载名为EHEV的混合动力系统 系统采用发动机加双电机的形式 干确的可以关注一下 在本届东京车展上 零幕带来了不少的概念车 来看两款比较有特色的 其中一款是双门教宝车Vico SPO 外观来看 前列采用了较为细长的前格三设计 搭配原型的前大灯组 整体看起来较为精致可爱 此外 新车取消了厚视镜设计 升回了一大亮点 在颜色配置方面 新车采用了银色与绿色的双色车身设计 动力方面 该车将搭载插电视混合动力系统 但官方并未透露晾载计划 而另一款是基于旗下K-KAR车型HOSTA打造的概念车 分两个类型 一辆偏重城市玩乐属性 一辆偏重户外功能体验 这款城市的概念车 采用了明亮的车身涂装与拉花 让这款微型车更加多彩时尚 车内的车漆同色装饰件 也让整个车厢看上去活力十足 新增的车顶架 能够为用户提供额外的装载空间 此外 这辆干减车还换装了花纹更加粗犷的越野轮胎 为拓展生活场景奠定了基础 不过林木并没有就这款干减车的量产化 做更多的阐述 这两款干减车量产了 你会考虑购买吗 近日 World World旗下高性能电动直品牌Posta 正式宣布品牌旗下首款全电动车型 Posta 2首发版最终统一售价为人民币41.8万元 该车基于CMA架构打造 定位于一款中型豪华高性能电动轿跑车 该车的首发版车型配备了支持性巡航系统 车套保持辅助 并线辅助 车套偏离预警等辅助驾驶功能 另外360度全景摄像头 全景玻璃侧顶 可加热的方向盘 以及音响系统 也都作为了标准配置中 出现在了配置单中 另外该车型还可以选装性能包 在动力方面 该车搭载了前后双电机四驱纯电驱动系统 综合最大功率达408PS 风流距为660牛米 白空里加入时间为4.7秒 动力电池为一块由324颗电池 组成的78000W重量的电池组 车辆在WLTP供光下的综合续养里程 可达到500公里 Postai 2将于2020年初 在浙江台州工厂开始量产 2020年300年开始交付 你会考虑改车吗 在本届东京车厂上 日产是甘蓝 及日本本土英飞尼迪Q50的 第二次中期改款车型进行了公开亮相 新款车型前脸部分的变化最大 相比于现款Infinity Q50 新车在保持大单组不变的情况下 换装了全新设计的前包围 大准是前脸源于日转 VMotion 1.0设计语言 但相比新天LINE 新轩逸等车型所采用的 最新版的VMotion 2.0设计语言来看 新款的前脸还是略显了老成一些 此外 新车的前logo也从现款的Infinity logo 切换成为了日转的logo 侧位部分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尾灯组内部灯枪 四元尾灯变为了LED光环式设计 而其他部分并无明显的改动 在此方面 整体延续了现款Infinity Q50的中控台造型 细节布局都没有改动 但换装了带有日常logo的新样式多功能方向盘 同时仪表盘也进行了升级 其中央的液晶显示屏面积更大 动力方面 新车不再提供搭载Benz M274型 2.0T发动机的200GTT型车型 而是以日常自家的全新VR30DDTT型 3.0T渗望能增压V6发动机取而代之 根据调教的不同 3.0T车型的最大功率分别为305马力和405马力 价格方面 3.0T车型起售价格为4274640日元 3.5神混动车型起售价格为5474520日元 而3.0T高功率版的420车型的售价 则为5523120日元 大家觉得这样的改款好看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点击订阅关注微占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